德国遭淘汰,女球迷伤心落泪 美联社记者尼婉军综合报道 在五届冠军巴西队遭淘汰出局后 本届世界杯四强不但清一色来自欧洲 还首次出现传统三强德国 阿根廷和巴西同时在四强消失的罕见情况 似乎宣告世界杯新时代来临 竟继续往下阅读 俄罗斯世界杯从小组赛就不断暴冷 其中四届冠军的德国队未能踢进16强 就是最大冷门 之后梅西的阿根廷好不容易踢进16强 却以3比4遭到法国淘汰 不但无缘问鼎队史第三关 梅西也始终和世界杯金杯无缘 如今拥有最多金杯的森巴军团也在八强止步 更确定出现这三队四强常客 同时未尽四强的史上首剑局面 日本足球网站Football Channel 也以世界杯新时代来临 未提报道次翼罕见现象 由于巴西和乌拉圭双双失利 也确定本届四强队伍不会出现至少二度夺冠的球队 法国曾在1998年有一次夺冠记录 今晚要迎战瑞典的英格兰 则曾在1966年夺冠 此外 本届四强至少会有两只从未夺冠的队伍 包括刚拿下门票的比例时 俄罗斯和克罗埃西亚之战也会出现一只 巴西遭淘汰 球迷不敢置信 欧新社阿根廷遭淘汰 一家人拥抱安慰 美联社